各位同学,现在我们要上第七课 解决梯度消失问题 在前面六课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透过原理的理论的推导 那我们知道深度学习的三大问题 过度拟合,梯度消失,权重初始化 那目前这个过度拟合问题 我们的解决方法有非常多种 包括第三课教的小批量 那这个第四课教的资料扩增 正直化跟dropout 这些方法都能够有效解决过度拟合问题 并且在上节课 我们已经学到了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那卷积神经网络 它所消耗的权重比较少 意思就是代解参数少 那这个代解参数少的话 然后样本如果就多的话 那这个过度拟合问题也会比较 没有那么严重 那所以说过度拟合问题 我们大概之前就已经初步解决了 那梯度消失问题 那我们目前学到的方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ILU 第二种是Bench Normalization 那Bench Normalization蛮有用的 但是大概到30层以后的网路 那Bench Normalization也非常难忧惑啊 那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权重出死化问题 那我们目前都还没有去Focus它 那Debuck的时候我们会学一些方法 那目前我们避免陷入局部极值的方法 只有透过这个SGD跟Admin这种比较好的这个优化方式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子 好那理论上 我们实在是很想要训练一个非常深的网路 就来说是1000层深的网路 那在目前的已知的方法之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训练一个1000层深的网路的 那这个RELU和Bench Normalization 可能可以到50啦 那但是再往下可能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边在最开始的时候 如果你之前有仔细观察过T度变化的轨迹 好这个T度变化轨迹 等一下我们就会把它秀出来给你看这样子 那你应该会发现一件事啦 就是在这个足够深的网路训练初期 个层T度其实都非常非常小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T度才会变大 然后之后再过一段时间Loss才会下降 好那这个我们现在来给你看一下 在第五课的时候 第五课我们就有这个 我们就有这个 遇到这个问题 因为T度是一开始是很小 然后后来才慢慢变大 我们第五课这边有非常多张这个 就是非常多张这个T度图 你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它的T度是比较小的 那过了一阵子之后 它才慢慢的变大 这样子 好大家看一下这T度一开始是很小的 然后过了一阵子之后它会变大 然后之后就开始这个平稳 同样的这里也是一样最开始很小后来慢慢变大 然后最后开始平稳的这个做继续这样子 好所以说这个这个我们一些启示啊 就如果我们有办法提供较浅的层一些T度 那之后每一层都有足够就是到时等到他们的T度够大的时候 那整个网路就开始往好的方向走了 那在2014年的时候当时人们已经很清楚就是在比赛的时候 大家已经知道说这个就是铁定就是用这个卷肌神经网路来执行这个比赛 那这个用卷肌神经网路执行比赛的话 关键就是要网路要升 那网路要升的话要怎么样的升法 就是用Bench Normalization还不错 但是问题是效果还是不好 那在2014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Google研究院 它当时提出了一个网路 一个神经网路 那它是2014年的冠军 那93.3%的准确度 那并且这个网路的深度是22成深 那这个网路它是怎么实现 22成深其实并不是 已经算是有点深了 22成深是怎么样做到这个 怎么样做到训练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idea 好 这张图是GoogleNet GoogleNet是它的网路的名称 Google Google 因为Google研究院做的 那后面这个LENET 这个L大写 其实就是对这个Lakuen做的一个致敬 这个Lakuen就是那个我们 像捷克这个 1989年发展出这个 第一个手里数字 卷积神经网路的那一个人 那它的网路结构 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来仔细观察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好你现在看这个网路结构 加上MXNet给你的概念 你应该会觉得这个不是特么难的 好你看这个网路结构就是input进来之后 先经过一个convolution 经过convolution之后 再经过maxpulling 在maxpulling完之后 这边有个local response normalization 好这个东西 我们好像从来没有交过 不过无所谓 因为这个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用 现在如果你要做normalization 用bench normalization 大概会比这个local normalization更好 那以此类推继下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它到这个第一层 第二层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第八层 第九层 第十层 第十层 第十一层的时候 这个modium 我们现在叫这样一个循环的结构 叫modium 一个modium 这样一个modium 好像被接出去一个东西 那接出去这个东西啊 非常的特别啊 它是接出去一个 就直接出现这个softmax 然后出去就是softmax0 那继续你看 再经过几层 第十一层 第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到十六的时候 它又接出去一个softmax1 然后接着 再经过几层之后 又接出一个softmax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idea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现在 我们虽然没有办法一次 就是直接训练一个 这个 可能这个 很深的神经网路 就来说我没有办法直接训练一个二十层深的神经网路 这十层深的我总能先训练吧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先训练一个 大概十层深的网路 那十层深的网路训练完之后 我是不是 诶可以把前面就把它fix住了 那接着 我在后面 我在训练一个十五层深的网路 好 那接着 十五层深的网路 我也训练完了之后 我再把这个fix住 那之后 我再来训练一个 这个 二十层深的网路 诶 那这样子 呃 有这个 顺序 照着这个顺序训练的这个网路啊 那当然是可以训练一个就是 诶 就是二十层 就是比较深的一个网路啦 不过 这个 诶 在训练这个网路 网路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把 这样 就是 如果我们是要做ImageNet好了 我们这样子把本来一次训练的时间把它分成三次 这样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让这个网路结构里面 同时就有三个softmax output 并且 我的最终损失要怎么给 就是这里有损失 回来 这里有损失回来 这里有损失回来 反正梯度不是会消失吗 梯度消失 所以说反正比较浅诚的权重 他大概也不太可能会接到他的梯度 大概也是接他的梯度 所以说这个 因为我们巧妙的利用了这个 就是 三个 三个这样 softmax的回传梯度 那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梯度消失问题 这样子 那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这个 因为我们在最终的时候 我们是希望 是希望使用这个22成生的网路 那所以说 虽然每一个 output 每一个地方都有softmax出去 可是我们可以给这里的 softmax出去的权重 是99% 那剩下的都是1%都不到 剩下的共享1%的权重 这样最后 我们直接把这两个部分 Delete掉以后 这个预测的结果 也相去不远 这样子 好 那这个 我们现在来把这个ideal 把它实现到这个 就是 IRIS 这个 就是 原委化数据集的这个生成网路流化中 好 那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一样 我们先把这个函数给贴过来 那我们一样 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 这个 我们在这个 Lesson 7 我们已经把这个 东西都准备好了 也就是这个 总共有 开了一个资料夹 里面有 Ether model opt 好 那我们一样先把这个 视觉化梯度的函数 把它先用过来 把它贴在这里 把它贴在这里 好 那我们接着 这个 接着我们把资料把它放到这个 Iterator这里来 好 然后把这个 那个迭代器把它写好 这个迭代器 我们就不特别去看说它是怎么写的啦 这个基本上跟前几节课的都一模一样 好 然后把迭代器放到这里来 然后把这串语法 把它放到run 这里来 那我们这里有我们使用SGD 来做这个 优化 好 好 那我们一样这个把opt也放过来 好最后我们再来 我们现在用SGD来优化 我们先做一个BaseLite实验吧 简单来讲就是我们之前是没有办法用SGD优化三层深的这个 Iris 资料 那我们试着再做一次 这是一个三层深的这个三个隐藏层深的这个网路 那我们来run一下吧 那我们注意啊 我们run一千代 好我们run 咦怎么可以优化成功 怎么那么神奇 好我们把它delete掉好了 我们把它清空 我们刚可能没有这个把model给这个 没有把model给读进来 之前这个可能还有上捷克这个剩下的东西 好我们再按次run 好大家应该可以发现了 应该是不成功的 这即使你优化一千代应该是不可能会成功的 因为这个之前我们就做过这个实验的 好 那你应该要观察到 哇 这个就是失败了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的话 就是我们要给这个 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给它接出去这个softmax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函子 层次要怎么写 好 大家看一下我们一样改的就是这个model这里的这个函数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接出去的 好 首先fc1接data 然后rl 那个fc1给这个rlu1 然后rlu1 这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 他先给这个fc1 先有一个叫fc1out 这个fc1out 它的output是3 dimension3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要softmax 接着我们softmax1 softmax1 softmax1就是接fc1out 那接着这个rlu1 它同时也去给这个fc2去接 那接着rlu2 rlu2 接着再给fc2out 然后再给这个softmax2 那同样的rlu2 也给这个fc3 然后rlu3 这个fc3out 然后softmax3 那当然我们最终的这个softmax layer 就希望是1%的softmax1 1%的softmax2 98%的softmax3 然后把它变成我们最终的输出结果softmax layer 有了softmax layer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预测结果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可不可以优化成功 好 你应该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还是没有办法优化成功的 那但是到了第 但是到了大概第600代的时候 诶 它优化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t度 是怎么变化法 好 注意到 最开始的时候它几乎没有t度 所以t度慢慢的上升 它的准确度也这个 也这个慢慢的开始下降 到第600代的时候 诶 差不多t度大概就到了一个稳定的水准了 那所以之后 这个它的这个 准确度 就比较这个 都比较高了这样子 好 那 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神经网路是比较复杂的 那如果我们今天 要设计一个五成深的网路 那有没有办法做 那事实上是有点困难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用回圈 来做这个 MXNet这个架构编写 那注意件事 这个东西跟我们第五课 最后的那个东西非常非常像 就是 我们 来看一下回圈怎么编写 用怎么回圈编写模型结构 好 好 这里我们最开我们给个这个list 这个list 其实并不是这么重要 就是我们就是 给它开一个叫Softmax list的这个list 然后还有Softmax layer 最开始的时候是0 这个东西就负责拿来加所有的Softmax 的output的结果 那还有这个weight 好 那接着I等于1到3 最开始的时候 Data接进来FC FC再给RELU接 RELU接完之后 马上丢给FCout 这个FCout Dimension必须是3 接着FCout 丢给Softmax 他把它放到Softmax list 第1个Softmax list里面 接着再把Softmax layer 跟当前的Softmax list 然后乘上它的这个权重把它加在一起 好那样子 这个就最终这个结果就 这个写法也是一个 刚刚那个网路的这个写法 回圈形态 那这个形态当然比较好扩充 如果我要它四层深呢 那我这边就打4 然后我这里可能再给它一些0.1 0.97 这样子就变成是四层深的网路了 好那不管了 我们还是用三层深的网路好了 四层深的网路需要更久的时间 才可以优化成功 那我们一样用三层深的网路 再做一次优化 你会发现结果 就跟刚刚一模一样 因为其实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改 好也是大概在第600代的时候 这个有这个损失有明显的这个下降 这样子 好这个连图都长一模一样 你看前面这张图后面这张图 长的是一模一样 好所以说这个 我们大概 我们的实验就到这里为止 但是我们来想一下 它数学上的意义是什么呢 好我们假设有一个两层深 两个隐藏层的深的网路 那这个参数狼打 狼打代表这个 等一下我们就知道狼打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浅层通道所占总Loss的比例 好我们最开始这个X进来这个L function L function就是Fully Connected 变成L1 L1经过RU 变成H1 H1其实就是我们刚刚的RU1 Ready1 那这个H隐藏成这个1呢 再经过L function 这个L function 注意 是我们的这个FC1 out FC1 out 变成out1之后 经过Softmax 好这里我们是用S函数 就是我们这里是做这个 二类别的这个推导 然后接着有O1 那有了O1以后呢 这个 我们的这个H1 H1再经过这个Fully Connected 变成L1 L2 L2再经过RU 再变成这个H2 A2再经过这个Fully Connected 变成O2 O2再经过Sigmoid的这个转换 然后变成O2 那我们最终的O 其实是LandaO1 加上1-LandaO2 那这个Landa 如果是等于0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件事 那就是完全没有O1的成分 所以它完全就是O2 那完全是O2的话 这条路就是跟原始式是一模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当Landa等于0的时候 这个 这个式子 就是一个标准的 二隐藏成深的网络 那当然啦 当Landa等于1的时候 这个式子就是一成深的网络 而不是二成深的网络 这样子 好 那 在Landa等于0的时候 各权重W的T度如下 就是WO2等于这个 这个 这个 就是 它的这个 H2 它在乘上 这个Gradient O2 注意一件事情 这个Gradient L2 Gradient L1 这个是T度会消失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T度会消失的部分 所以 随着这个T度越传越下面 那这个 W 这个Gradient W 就越来越 这个越来越小 这样子 那这个 当Landa等于1的时候 这个 W2就不参与了 WO2也不参与 所以现在WO1跟W 就是这两个部分 所以这个Gradient Out1 跟Gradient L1 这个 这个是T度会消失的部分 那但是我们W 就有两个部分的T度 给它 给它两个部分的T度 那这个 那所以 我们这个Landa 其实我们要解决这个 W1的T度消失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个Landa 就直接 决定了 这个 它的T度是哪 哪里比例 从哪里来这样子 那当然了 这个1% 1%的这个 从这里来 那这其实 对于这个 原始的T度值 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原始的T度啊 大概都只有10的- -8 四方左右 这样子 所以你其实1% 看起来好像很小 那实际上1% 如果它是有数字的话 那它大概就是 大概就会有一个 还蛮高的T度 这个尺度 是Log尺度 好 可是啊 这个 大家 在我们做练习题之前 我们先思考一件事情 第一个是 我们之前在做这个 就是神经网路的训练的时候 很少有训练1000代的 但是你看 你注意一下这一次 我们这一次的实验 如果没有训练到1000代 它是没有办法walk的 所以呢 它好归好 但是它似乎加长了训练时间 对吧 好 这个是 这个是第一个麻烦的地方 第二个麻烦的地方是 这个浪打 这个浪打 也就是我们前面的这个weight 这个weight 如果给它比较大的话 它当然优化速度比较快 我们先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故意把它改成 0.0 0.1好了 0.1 那这边当然是改0.8 那我们再做一次 你会发现 它优化速度快得非常非常多 你看到了150代的时候 它其实loss影响非常非常多了 但是 我们会遇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 这个 如果 这个 我们最终是要用最后一层的 这个softmax 当做这个结果 所以 所以这个 我们先让它再重新训练一下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做练习 我们最终是要用softmax3 当做这个 当做这个 结果 然后做输出 最终是希望用它做输出 为什么呢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这个不是在用前几层的这个网路来做输出吗 所以说 我们是希望说这个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我们这个predict的这个symbol 我们是希望使用这个softmax list 第1个softmax list 我们把它换掉 好可是啊 当你这样做完以后 你在使用这个 我们之前这个要预测这个 我们要看这个model performance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会用这串函数吗 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它不能用 好看到error了吗 它不能用 为什么不能用呢 这其实就是练习题 希望你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这样子 那 就是 如果你想要 我建议各位同学 就是等一下我们就会 影片我们等一下就会讲答案 但是这个 如果可以的话 在这边暂停一下 然后试着去解读它的 那个 error讯息 然后去了解 它为什么会 这个 有问题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答案 好答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诶这一个 呃就是 它这里 给你任何一个 error error的讯息是什么 cannot find key fc1 out wait in array 那发现什么事情 就是 因为我们 这个里的权重 这个 ARG parameters 里面 总共有 fc3 out 也有fc2 out 也有fc1 out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 我们不想要的 我们不需要它 所以 权重给多了 那我们实际上在做运算的时候 不需要它 所以我们要把它删掉 怎么删掉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model里面的 fc1 out 跟fc2 out 把它删掉 透过这个方式 把它删掉 这样做了以后 看到里面 它就没有fc2 out 跟fc1 out 那fc2 bias fc2 fc1 这样就结束了 那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predictor predictor出来的结果 你会发现 准确度还可以 好 那这就是 在第一个部分 我们就是 学习了这个 google net 它怎么做 这个二十几层声 网路的训练 那当然 它这个idea 是非常棒 但是也是有 蛮多缺陷的 好 那缺陷有哪些呢 第一个 它对预测结果 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 那 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的原因嘛 就是 毕竟你最后一层 通常会给它一个 比较大的权重 但前面不代表没有影响啊 你如果loss优化到完美的状况下 你可能还是需要 前面的那些information 来帮助你这样子 第二个是 各层之间的输出 在loss function中的权重 很难去平衡 在这里 我们实验使用的是 0.01 0.01 0.98 但是这个东西 是要做实验做出来的啊 多了一个参数 是不是优化起来 就困难多了 第三个 我们增加了运算资源的消耗 所以说 我们一定 我们希望 我们可以找出更理想的方式 来传递梯度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之后这个 呃 呃 我们的这些研究者 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 那 这个解决的这个关键啊 呃 它其实是 有点戏剧性的啦 就 很多 时候科学上的这个进展啊 都是比较这个 就是比较 突破 就是比较 戏剧性的 呃 然后才 促使这个进展 那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一直有讲说 这个 这个 ImageNet这个比赛啊 在LXNet夺冠 下来 大家发现一件事情 哇 原来以前这个卷积神经网路 不太理想 那现在这个 呃 现在 呃 它是 在大数据的状况下 它是 呃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 它当然有很多 呃 小突破啦 就来说 使用redu 使用dropout 然后它的data augmentation的 这个 步骤也蛮多的 那所以 它其实是一个 呃 理论上突破比较少 但这个 呃 在 程式的程式上 就是把很多那些 小技巧都用上了 这样子 是一个整合型的研究 这样 好 另外一个突破就有趣了 另外一个突破是2015年的 这个 呃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gulation Challenge 那这个突破啊 我个人认为 是目前 深度学习 在理论上最重要的突破 那获胜的团队啊 是这个 微软微软的Microsoft Microsoft它的 亚洲研究院 那何凯明 他们所领军的这个团队啊 那这何凯明在哪里 何凯明就长成这个样子 这何凯明是一个很年轻的这个 呃 研究者这样子 那他们发展出了 一个东西 叫ResNet 等下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他要ResNet 他将错误率降低到了3.5%以下 这个东 这个结果啊 是大幅超越了2014年的冠军 就GoogleNet 这个6.7% 以及人类平均的这个 欸 5% 那有趣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是ResNet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 一千层深的神经网路 那并且 他是一千层深以外 毕竟 毕竟在2015年 当时大家处于竞争状态嘛 每个团队都想夺冠 那2015年 那个时候 Google不是有发展出 Bench的Midation吗 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那这些方法 这个 Microsoft团队通通都没有使用 而是简单的 透过一个 就是把网路弄到一千层深 然后改变网路架构 让网路变到一千层深 这样就解决了 所以说 后来 ResNet跟这个 Google这个团队 之后 把他们的研究成果 再结合之后 网路的这个performance 也有更新一步的提升 这样子 那当然啦 这个 这个 这么了不起的 这么了不起的这个研究 从这个五十层深 变成这个一千层深 这个是一个非常 惊天动地的改变啊 这么爆炸极力的研究 他的名字叫 Deep res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他在2016年的这个CVPR 这是这个人工智慧 一个很重要的研讨会上 这个发表上之后 在该研讨会中 大概有数千篇论文中 他得到了最佳会议论文奖 最佳会议论文奖 通常不超过三个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想他理所应当的是 得到了第一名 这样子 那到2018年6月 他被引用次数 已经超过了9500次 那到了现在 大概 又过了半年的时间 那他的这个引用次数 大概已经超过18000次了 那可以见到 这个研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有几乎在做AI的人 都会来引用这篇paper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idea是什么 他的idea 这个梯度消失问题 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但是解决的方法 是非常令人意外的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idea 那他的这个idea就是这样图 那idea是什么呢 就是进来这个x 这个是原始的输入 输入这个x 可能是中间的这个layer的output 就是据来说 以我们之前的例子来讲 他的意思可能是 据来说是 ielu ielu 这个就是一个 一个output的结果 好 这个东西 他要经过这个 这个weight layer 意思大概就是 fully connected 或是这个convolution 经过这个转换之后呢 也就是经过一些运算之后呢 他还要跟原来的这个x 做一个相加 做一个相加之后 这个东西是新的output 然后把这整个东西 当做是一个module 好 这样图 这个实际上 他想表示的 就是recisionate 实际上表示的 就是他是一个加法 怎么个加法呢 我们来 我们他的这个thinking process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那我们之在之后的课程 会再解释 他的这个thinking process 是什么 那我们用数学来描述一下 这个 他的这个idea 在我们的这个双隐藏成的mlp 他的这个长相是什么样子 好实际上就是 x 经过这个 x 经过forly committed 之后变成l1 l1 经过relu之后变成h1 那h 这个会产生一个叫r1 r1 等于h1 加上x 接着这个r1 再经过这个forly connected 变成l2 l2再经过relu 变成h2 那r2 又等于h2 加上r1 那接着这个r2 给这个 再经过forly connected 变成l3 l3 经过softmax 出去就有output了 好当然 你这边使用加法 加法是有一些限制的 我们必须保证 x h1 h2 的维度完全相等 好所以说像举个例子来讲 像iris 资料集中x 只有四个特征 就是 花二 花二长度 花二宽度 花半长度 花半宽度 所以我们必须保证之后所有的层啊 都不能再增加这个dimension 好这是使用这个 recidual learning 它的限制 那 如果我们要改变维度的时候 我们就不能够再使用这个假法这个手段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推导 好 如果 你把这个m 就是这个multi layer perception 所有元素的t度把它求解出来之后 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加法厉害在哪里 好 首先gradient of 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接着gradient of l3 这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目前没有改变嘛 那gradient w3 这个目前没有改变 gradient r2 这个就是 这个目前也是没有改变的 就是到此为止 跟之前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好继续往下我们来看看 H2 H2它是R2嘛 对不对 R2再过来 那这个 L2 L2 这边会经过一个可能会t度消失的部分 那这个W2 W2 它 这个 它产生出来这个结果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R1 R1 R1是什么呢 R1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 R1的t度呢 它事实上就是 这个 L2 L2的t度 L2的t度 这个是它的左边的part 它左边的part 是跟这个 这个 它左边的part 然后跟它右边的part 它右边的part 是gradient r2 这样子 好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t度 gradient r1的t度 就同时有gradient r2 再加上一个东西 诶 这下神奇了 那gradient x的t度 是gradient r2 gradient r1 再加上一个东西 那gradient r1 就等于gradient r2 再加上一个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说就是gradient r2 加上两个东西 就是gradient x的t度 好所以说 至此为止 那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本来t度在传的过程中 这个r2 r1 x在往下传的过程中 会越来越小 现在 反而是 gradient r2 是最小的一个t度 为什么 因为gradient r1 它是 r2 再加上一个数字 那x呢 x又是r2 再加上两个数字 所以本来 每一层的t度 会随着反向传播的过程 会越来越少 现在反而变成 反向传播的过程 这个越来越多了 这跟之前的状况 是完全相反的 那因为每一层 这个 所以说 因为它现在 把这个t度消失的 这个部分 把它反转过来了 每一层 随着这个t度往下传 反越来越多 那自然而然 t度消失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 所以说 我们现在如果 要训练一个 1000层层的网络 如果用它的这个结构 是不会有t度消失问题的 好 那当然 就是 你如果要把t度消失问题 把它解决掉 其实也不是这么难的事情 但是 这个预测准确度 就很难去保证了 尤其是你现在 给它一个加法之后 你似乎失去了 生物学上的意义 那这样子的预测模型 它会有效果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展开一下它的预测式 来看一下 它数学上的意义是什么 它没有生物学上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神经元 绝对是不会有直通通道的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数学上的意义 然后来看一下 它四子到底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把这个四子给它展开 你会发现一件事 这个L3 它就等于这个 H2加上H1加上X 对吧 这个可以接受 那 我们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它又是什么呢 我们把它完全展开来看看 L3 它本身 它就是这个东西 然后接着H1 H1可以改成这个 R1 加上L1 R1 RELU L1 那这个H2 也可以改成RELU L2 那L2自己本身是什么呢 我们又可以一系列的拆解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事 它最终的这个L3 它长成是这个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个前面这里复杂的部分 我们不讨论 这个部分 X W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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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不就是现行回归吗 这个部分就是现行回归嘛 所以说它其实是 先做了一个现行回归 而且是用最后一层的权重 对X做现行回归哦 哦这个是反过来的哦 它不是用 它其实并不是用W1 先做现行回归 它是用W3做现行回归哦 做完W3做完现行回归之后 它还有一些没有办法预测很好的部分嘛 它再交给前面的部分来负责 再交给W1 再交给W1 W2 依此类推 它还会再交给W1 W2 W3 所以 为什么这个叫Recidual Learning 原因就是因为 最开始的时候 它是先预测 X W3 然后剩下的部分 再交给 前面的部分 那剩下的部分叫什么 叫Recidual嘛 对不对 这个 呃 就是 这个是现行回归 现行回归没有办法预测的部分 就要残叉Recidual 那难怪它为什么会被叫Recidual Learning 原来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从数学推导里面 其实你大概可以感觉出来 这个 呃 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能力 它是怎么去排呢 首先W3一定是一个最重要的权重 因为它是现行回归的第一层嘛 接下来下一个重要的是W1 再下一个重要的是W2 因为这个W1同时在这里也在这里 所以这个W1比W2重要 所以它的这个权重的重要性 应该是W3 最外层的那个毫无疑问 就是取来说假设有个十层深的网络 第十层 W10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个权重 接着依序就是W1 W2 W3 一直到W9 这样子 好Recidual Net 它的结构就是 它的结构在数学上来讲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试着 在IS的资料值上面实现这个 Recidual Learning的概念 那由于这个 Gradient的X跟任何W的更新都无关 那我们没有必要把这个T2传到X 所以我们可以把第一层资料 由这个四维转成三维 那之后再无限堆叠这样子 那之前我们是绝对不可能用SGD成功优化六层深的网络的 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实验吧 我们就改model的部分 好我们看我们改model的部分 好 这一个model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做的 首先 data进来 先给Fully Connected 变成FC1 FC1经过这个飞行转换变Ready1 Ready1 变FC2 FC2 再变Ready2 然后Ready2 跟Ready1 把它加起来 叫plus2 这个是这个MXNet加法的操作符号 就是这个broadcast plus的部分 好接着 FC3 就是Fully Connected的结果 REL3 这个也是Fully Connected的结果 plus3 等于这个REL3加上这个plus2 好意思的也推 plus4就等于Ready4加上plus3 那plus6 也等于这个plus6加上这个plus5 好 依此类推到了最后 变成了三维 那这个三维 就Softnext出去了 那现在我们来试试看 有了这个直通通道之后 我们这边可以100代 因为这个ResNet的训练是很有效率的 我们来看看结果 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么快的时间内 这个我们可能要把这个给删掉 这个我们现在我们这个这里要改成这个predict这个又要改成也要改掉这样子 那刚刚忘了改 再重新做一次 好 准确度一样很高 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那个Layer是什么呢 是不是Layer7 最后接下来呢 是Layer1 对不对 再下来是Layer2 好 再下来是Layer3 所以说ResNet它的做法就是这个样子 它在MXNet里面非常容易实现 简单来讲是Input再跟Output加在一起 之后变成新的Output 然后再进去下一层 这个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下练习题 练习题就是我们试着不依靠predict函数 重现整个ResNet的推理过程 那这个我们今天的练习题大概都是希望你可以做出推理的 就是MXNet做出来了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自己再做一次 那这个它的权重就是这样拿过来的 然后一样它的这个请你跟这个比较这个第一笔资料 那预测出来的结果 那我们把它做一次 然后你会看到它的这个预测结果是0.63 然后我们试着重现这个结果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答案 好在答案的部分 你应该要注意到 ResNet的做法是怎么做呢 首先Input先跟矩阵相乘 相乘之后再加上这个BIOS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Fully Connected的这个Layer 然后接着经过Ralue 这个Ralue就小一定的部分把它手去掉 好接着FC2 然后Ralue Ralue完之后来这个重点出来了 就是Plus2等于Ralue2加上Ralue1 好同样啊 Plus3等于Ralue3加上Plus2 然后以此类推一直下去 你就会得到这个FC7 那我们最后来比较一下两个结果 看看答案是不是一样 好你会发现这个我们最后把这个Softmax 我们自己求出来的Softmax Output 跟Predict结果来做一个比较 你会发现它几乎一模一样 那这个小数点后第7位的不一样 那我们就当做是没看到了 因为这个运算的过程中 这个会电脑运算的过程中 会有一点小小的误差 好那我们之前已经学过 如何用回圈建构模组化的网路了 那我们在Resnet MLP上面试试看吧 好那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20乘生的网路 20乘生的网路要怎么做呢 那就是这样做看一下 好我们把这个FC1 接着到Plus之后呢 这个FCReviewPlus 它就这样一直递回下去 然后最后再把Plus接到下来 然后最终就可以有结果 那我们再Run试试试看它的这个答案 即使是一个20乘生的网路 它还是有办法在100代以内优化成功 你看这个结果 它一样是有办法优化成功的哦 好当然最后有一些震荡 这个不是那么重要了 反正这个一个比较深的网路 最后优化久一点 它总是可以达到这个最终理想结果 这样子 好那 Resnet 还蛮厉害的 这个Residual Learning 这个想法非常好 但是它有个先天的限制啊 它需要它限制这个输入的维度 跟输出的维度 必须完全相等 不然我们怎么加法呢 X在卷积神经网路中 这个卷积器运算产生的特征图 通常会比原始的输入图来的小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这个假设这是一个5乘5的这个原始图 经过一个kernel等于3乘3的这个卷积器 去卷完之后呢 它出来的特征图应该是只剩下3乘3 好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希望让它的形状是长成一样的嘛 我们这边要引入个新的东西 叫做padding padding的意思啊 就是把它外围补零 这其实是一个很很简单的idea 很basic的idea 这样就可以让卷积后 跟卷积前的输出是相等的 这个padding也是非常常用到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MXnet里面要怎么做 其实就是一个参数而已 这个参数在这里 在我们进入下 进入下一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convolution 我们看一下 mx.symbol.convolution 大家看一下 这里就有pad pad就是那一个 你需要补多少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使用这个 手写数字辨识来玩一下 在这个 卷积神经网路上 使用resigual learning 好了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MNIST的这个data 我们上个礼拜 已经用过了 这个礼拜是完全一样 那你如果 还有放着的话 就不用重新执行下面这项指令 那如果你忘 你那个上节课的档案 不知道都要哪里 你一样到这里下载 下载完之后 把它切割开 你应该要有一份 training data 跟一份testing data 这样子两份 然后来做这个 最后的运算 那有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这个 做迭代器了 那同样的 我们这个迭代器跟上周 是一模一样 一个字都不会改 那我们来把它 贴过来 好 贴过来之后啊 像我们这个 Iterator 我们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Iterator 我把档案放在lesson7 的data里面 这样我们就改完了 好 接着我们再来贴 这个opminer的部分 opminer的部分 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是atom 这样我们比较不需要去调学习率 不然学习率其实也是 并不是那么好调的 好 那接着我们来定义这个 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结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结构长得什么样子 好 首先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data先进来 那data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最低层 我们是不使用recision learning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infoshape 然后我们input data应该是28x28x1x7好了 假设我们bench size是7 好大家看 在pool1 它的output是这个 12 12 17 那我们再经过这个 呃 经过这个plus2呢 好 它的plus2也是同样的 plus3也是一样的 好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相加 所以这就是padding给我们的好处 如果我们不使用padding的话 那它的这个 呃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 数字就会减小 那最终我们再给个pool2 那这个pool2 我们是用三乘三的这个 呃 pool来做pool的 那所以它会变成这个pool2 最后它应该会变成这个 好它会变成4乘4乘10 所以总共160个参数 最后再给它这个 Fully connected出去 好 接着我们就可以来做训练了 好在开始训练之前 我们先把这个预测的这个 预测的这个函数把它先写上去 这样子 等一下 跑完就可以直接看结果了 好 我们来看 好 那我们就按run 开始 sauce 那我们来等它一些时间 好 那我们结果已经出来了 这个 结果我们发现准确度是98.3% 好 这个好像比之前最好的那个 诶 好像差了一点 不过这不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这是一个很小的网路 我们只是想要demo一下 就是resnet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好 但是使用resnet 传递这个t度 那当然 你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蛮大的突破 但是它有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也是蛮讨厌的 就是输入的维度跟输出的维度 必须相等 那这会造成非常多的限制 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是每次做维度修正的时候 就没办法继续使用了 好 这个 诶 我这边举个例子来讲 诶 这个 你在做 选机成定网路的时候 总要pooling吧 那你pooling 你就没有办法使用这个 呃 这个 residual learning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 假设我今天 有一个维度是1000的这个 嗯 input 那我output的维度也要1000 那我 不是 必须乘以一个1000x1000的矩阵吗 那这样参数不就100万了吗 那所以说 呃 而且这100万的参数 如果说 对我们的结果有 呃 重要的影响就算了 重要的是 还没有什么重要的影响 毕竟它只是在学习 residual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 限制啊 促使了后面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观念产生啊 就based on residual learning的成功关键 我们了解到一件事情 就是必须提供直通通道给浅层输出 那有另外一种新的连接法 叫做密集连接 dense connection 这个研究 这个研究是这个 康内尔大学的博寿研究 黄高啊 刘壮啊 等人 然后这个 欸 合作的这个研究 那这个研究叫 density connected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那这个研究在2017年的cvpr 这个cvpr就是 是刚刚residual net 所发表的那个 研讨会 是AI的顶级研讨会 那residual net 它也被引用了超过750次 dense connection 它是怎么做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图 好了 它的图想法是这个样子 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input长成这样 那经过这个 一些运算之后呢 它会得到这个 绿色的这个 绿色的这个 特征图嘛 接着它把 绿色跟红色的特征图 一起丢给这个 呃 就是丢去运算 然后产生紫色的特征图 再把 注意看 紫色绿色红色 一起丢去给它运算 变成 黄色的特征图 黄色紫色绿色红色 再丢给运算 然后再产生这个特征图 再一起把它丢给下一层这样子 好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着每一层 它都可以直接通到最后一层的这个 呃 的结果这样子 并且是不做任何改变哦 不是用加法 而是不做任何改变这样子 那它使用的方法是透过堆叠的形式来形成的 那它这样的方法就摆脱了 residual learning的限制 但是 让输入维度跟输出维度不见了相等 那这个 我们这个 诶 dense 这个multilayer perception的密集连接怎么做的呢 就是本来r1等于h1加上x r2等于s2加上r1 那我们现在变成采用堆叠的方式 那这个其实啊 跟residual learning的这个结构 是呃非常非常非常类似的 那并不会有什么改变这样子 甚至在回传t度的时候 诶用的也是加法 好 那这里t度的数学推导 必须全部展开才能做 呃 但是我们这里就不做了 我们直接使用mxnet帮我们实现 好 那我们这个呃 重新产生这个 呃 iis的资料 我们再改一下那个 iterator的部分 我们先 好 接着定义这个offminer 呃 然后这个呃 我们把叠代器换成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叠代器 好 接着offminer的部分 我们再用回这个sgd 好 接着网路架构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好 我们本来这个呃 data进来 fc1 reliu1 fc2 reliu2 然后我们这边本来是plus2嘛 我们现在把它改成是这个contact2 contact2 contact2是使用这个堆叠这个函数 那对那个mxs symbol contact 那它的这个函数堆叠是怎么个堆叠法呢 我们来做一个那个inverse shape 来做个实验看看 现在最开始的时候 这个mx 那我们data的维度 应该是这个4 然后20 我们bench size20嘛 好它的这个维度reliu1的这个维度是320 那reliu2呢 420 那我们要把320跟420叠在一起 我们要叠的轴是这一个轴 那这个轴 这个是第几个dimension呢 第0 第1个dimension 这样可以吗 mxnet的数法是反回来数的 而且是照着这个反向的顺序数 所以说它是我要对第一个dimension做这个contact 然后这个 总共有几个东西要做呢 两个 然后这必须用一个list形式把它放进这个contact函数里面 这个contact函数这里有一个这个 有一个这个说明这个data必须是一个list 好那contact完了以后 你如果再做这个invership 你会发现它就变成了7乘20 好同样的fc3 i-reliu3 conclect3 你会发现现在它变成了这个7再加上5等于是12 12维 好以此类推一直到最后 那这就是一个denseNet denseNet 那我们来训练 那我们先把预测的函数把它贴过来吧 那我们先把预测的函数把它贴过来吧 就是denseNet一样最重要的一样是denseNet它跟recisionNet就比较不一样了 这个它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一样是这个前几层这样子 好那为了让你更清楚这个dense 那个multi-layer perception的结构 就是这个concade这个符号是怎么样的操作法 我们希望你不要使用这个predict函数 然后再使用这个model里面的参数来预测出数字 那这个练习题跟刚刚练习以后的是一模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是99.88134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用同样的input 以及它的这个权重 然后把这个解给求出来 好那我们来看练习以后的答案 练习以后的答案跟练习以后非常非常像 唯一的不一样是 但是本来这个fc 本来这个plus2 它是这个rl1加上rl2 现在我们使用的是cbind 那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它的操作 这个rl1长成这个样子 rl2长成这个样子 那cbind把它合在一起 它变成了plus2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把它堆叠在一起 这样看得出来吗 cbind 用column来binder它 好那同样的 那个plus3 plus3就是再往下继续延伸 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几个数字 跟之前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暗示了什么事情 这些数字一直到了最后一层 它都还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第7 第7阶的这个权重里面 其实有隐含的直接使用初级特征 来做这个运算的这个概念这样子 好那最后我们把这个结果把它展开 你会发现这两个答案 这个so max out 就是我们算出来结果跟predict 答案一模一样 好那今天课程的最后 我们再来教一些其他的东西 这个residual learning 跟dense connection 他们这两个 这两个就是 这两个paper 这个是已经大概把这个网路 从网路架构解决t度消失问题 但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 当然就没有这两个来得那么重要 就是在我们之前解决 这个t度消失问题使用的方法是 改变非线性转换函数 那我们是把sigmoid 改成redu来解决 那当然 你也可以把这个redu 再改成其他更不容易t度消失的 这个损失 那个飞行转换函数 那我们这里有一个 也是蛮常用的这个飞行转换函数 叫liquid value 那liquid value 这个它的数学是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当x大于0的时候 它就直接输出x 当x小于0的时候 它输出alpha乘x 这个alpha是一个参数 alpha等于0的时候 它代表着这就是传统的redu function 那一般来讲这个alpha 我们通常会给个 据来说0.25或0.1 这样的数字就比较小 那不会跟原来的一样大 至少不会等于1 如果你等于1 那等于没有转换 那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那对这个东西求这个导函数 那是非常简单的 那就是把x去掉 x是系数留下 那就是1跟alpha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mxnet里面 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 使用这个liquid value 这个function 好做法很简单 我们由于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由于啊 这个liquid value function 解决t度消失问题的这个方法 它其实并没有像这个 那个 并没有像那个就是 recision learning 还有dance net 这么有效 所以说 我们这边优化的是 两层深的这个网路就好 那我们一样按run 来解决 那我们这里训练300代 训练100代 可能太少了 我们训练300代 来看看结果 那你会发现 诶 它到大概100代的时候 才优化下来 所以它是比这个 radio function更好 但是它其实好不了多少 那这个 只是说以后如果你看到 除了radio function 以外的飞行转量函数 你不要觉得太惊讶 而且mxnet里面 都有提供这些功能 那你应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修改飞行转量函数 毕竟飞行转量函数 它的t度自然就不可能是均匀的 所以说它其实并不有效 这个方法其实很早很早以前 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 就已经想过了 这个改飞行转量函数 其实用处不大 好 所以说 recision learning 跟dance connection 这两个方法 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有了这两个方法以后 这个改 这些其他的解决 t度消失的方法 都显得 这个 都只是辅助而已 主要还是靠这两个 但是 你说它重不重要 它可能还是蛮重要的 毕竟这个recision learning 跟dance connection 它都有个限制 它必须的 这个shape 必须是类似的 举个例子来讲 你输入了一张图 总假设是28x28 那你就算要堆叠 那你总是这个图的 这个size还是要有 一样的 所以说 recision learning 跟dance connection 没有办法解决的部分 大家一般来讲 就会使用这个 飞行转量函数的 这个改变 来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为了让你更清楚 liquid value的这个结构 那我们一样 不使用predict函数 然后来这个 做出这个同样的推理 所以这个过程完全一样 来 一样把这个parameter 存下来 并且用input 来比较一下结果 那目前的结果是这个 99.946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你得出来的结果 是不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 我们一样看一下答案 在答案部分 你应该可以看到 同样先经过forly connected 之后变relu 那唯一不一样的是 之前relu小于0的部分 我们都直接把它变0了 现在小于0的部分 我们把它变成小于0的部分 乘以0.25 好 依此类推下去 下面就是完全一样了 好 你应该可以发现 这个结果就是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relu function 并不是一个非常就是 非常难懂的一个东西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了 那 呃 呃 我们在这节课之前 我们都非常重视理论的推导 那这个 呃 三大理论问题 过度你和T度消失 权重殊始化问题 我们一直都觉得T度消失问题 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但 不可思议的是 最先被解决的 居然就是T度消失问题 也就是因为T度消失问题被解决了 我们近代的这个人工智慧的这个研究 才会这么的这个火热 那现在resigual learning 跟dense connection 两种概念所架构的 Model 那完全不会存在T度消失问题 呃 这个 所以说这个 呃 我们后来就是 大概在2017年以后的研究的网络 但很少不是使用 这个 resigual learning 或dense network的架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稍微整理一下 就是 虽然 他们毕竟还是有他们的限制 然后我们来重新整理一下 我们到底学了多少东西来解决T度消失问题 那这也是为什么深度神经网络 这么难训练的原因 好 第一个是改变飞行率转换数 像是reliu liquid reliu等等 第二个是bench normalization 数据标准化 甚至你也可以对原始的数据标准化 那也是可以的 第三个 从这个优化手段上下手 使用adden adden 这种比较对每一层 有个自己的学习率这种方法 可能会比sgd更好 第四 改写损失函数 像是这个残叉平方盒到cross entropy 或是这个 这个直通通道等等 那这个 就是直通通道就是刚刚google net第一节 那边我们教到的部分 然后最后这个resigual learning dense connection 他都可以很好的解决t度消失问题 那目前 由于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在设计网路的时候 大概都一定会给出直通通道 所以t度大概不太可能会消失了 但是 t度不会消失 那只代表数学上没有问题 你在实际上你在做这个 程式编写的时候 你程式很有可能会出问题 那程式出问题的话 那自然就没有办法 这个自然就没有办法做 这个把结果做的好 那所以说 我还是建议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还是要把t度 汇出 然后看看t度有没有变少 尤其是如果你发现 你自己训练不好这个网路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看你的t度 是不是出问题了 好 那我们很惊讶 就是 我们应该 就是从2012年到现在 也没有过几年 那这个深度学习领域 他研究进展是非常快的 并且这么重要的研究 其实就是2015年 2016年 这个 recidual learning 他居然是出现在如此的近代 这也是为什么啊 这第三波人工智慧革命 从这个2016年开始 那到目前至今为止都非常的火热 那 recidual learning 让这个1000层的网路 变成可行 那让这个 deep learning 再一次成为了这个 资料科学的主流 那之后的课程啊 我们从这个 第八节课 第九节课开始 我们会大概 会教你说 这个现代的这个网路 是怎么设计的 现在我们都只看过 这个人家的这个 LENET 那这其实这个网路 这是1989年的嘛 那从2012年开始 这些夺冠网路 他到底怎么设计的呢 那他的设计 会带给我们什么 启发呢 那我们之后的研究 我们之后自己的网路 要怎么设计 那我们都会在 下一节课开始 大概跟大家讲一下 那之后的课程 我们会更重视这个 实物的开发 以及在第十课以后 我们会带领大家 做一些这个 应用层面上的这个 就是实验这样子 那我们理论的课程 大概就到这里为止 那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 那谢谢大家的这个 聆听